这是昨天定植的田瓜苗 是博洋系列的博洋六一这个品种 看一下 昨天你看浇了以后 整个种植栋里面的机制 吃水量还是可以的 这个无土栽培的田瓜 就是我们定植完以后 接下来的一个田田管理 第一个就是拥有第一边 定植水浇的比较多 有时候根据这个机制的一个吃水状况 一般情况下两三天之时间 基本上是不用浇水的 但是如果你用那种椰康 或者用纯粥粪那种保水性相对差一点的话 可能就是一天或者两天还需要补水 这个要看机制的吃水量 控制在60到80 然后就到明天或者后天 要进行一次灌根了 灌根一个是防止病害 一个针菌一个细菌 一般我们常规用 会用中生菌素 加上厄美灵 再加上一些刺激生根的 好比如说海盗精 或者是一些单纯的生根剂 取经灌根 防止病害 还有一个就是促进新根的发生 这个就是这个田瓜前期 在这个机制这一块的一个管理 另外一个呢就是一般情况下 就是建议到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 我们田瓜定制完以后 就可以去带肥料去浇水了 就浇水的时候要带肥料了 因为田瓜呢相对来说 在苗期呢不需要多少营养的 所以说呢一般一锡值呢 我们建议控制在1.5到1.8指间 就一锡值 就是肥料的重度 控制到这个量 就可以了 然后呢就是注意 就是我们工人灾的时候 好比说有些工人灾的时候 不注意灾在过深的 因为现在田瓜面一般都是夹接的 把那个夹接点埋到这个机制里面去了 那么要重新再检查一遍 没在深的情况下 我们重新再栽一下 这样的情况下去保证 就是整个栽多少苗 撑破多少苗 然后会为这个产量 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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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